模组大厂威刚董事长陈立白表示 稍微于苹果新一代iPhone的推出 大量去化了Mobile D-Rain 还有Namfresh的产能 而机体试况下半年会逐渐的好转 但是价格要等到第三季底才会出现反弹 而话虽如此 却因为受到了D-Rain跟Namfresh价格双双下跌的冲击 威刚今年的营收恐怕会比去年下滑15%到20% 而今年的获利无法让人惊艳 3260的威刚自从去年7月下旬 跳空跌破了这年线之后 这股价到目前为止是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站上过 画面当中你看到这紫色的年线 而对照红色线条所代表的大股东持股 我们来看到也是近一年的变化 可以发现说从去年7月以来也是节节的下滑 中间或许出现过反弹 但是这样子弱势的反弹过后 仍旧也维持了整个持股水位下跌的趋势 那么这个部分跟股价的走势也是相对比较一致的 另外观察融资的表现了 融资进出跟股价强弱 大致上这方向也是相同的 因此威刚的股价有没有机会出现比较像样的反弹呢 那么大股东的持股以及融资 有没有明显的进场呢 就似乎是比较相对重要的观察指标了 而昨天的股价表现呢 则是在开低之后缓步的缩小跌幅 那么到收盘只剩下小跌了0.24% 也收出了长长的这个下影线呢 那么同时日K已经是连三红 而威刚五月份的合并营收呢 14.54亿元 比四月衰退了15.2个百分点 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从最右边的蓝色的柱状体 表现是不尽理想的 不过陈丽白表示 下游通路库存去化已经来到了低点区了 低润回补库存的需求将在第三季升温 价格也渴望止跌 而其中呢 苹果新一代iPhone推出之后呢 就有机会让记忆体的市场供给吃紧 进而推动了价格的反弹